Hello 大家好 我們去努力把小學雞雞 我叫花仔 Carmen Andy 我們現在所說的東西 全部都是我們經驗分享 我們看到的東西 我們不是專家 不是建議 投資有空檐 我們全部一起學習 一起學習 在我們篩選完項目之後 我們就說怎樣開始做功課 做功課來說 你開始怎樣知道有隻NFT NFT 它快要發出 而它什麼都未公佈 你怎樣知道這些資訊呢 我自己就是看Twitter、Instagram和Facebook 最開始的話 它們都沒有網站 所以你也要在Facebook那裡 留意一下那些人在說什麼 例如好像台灣的Facebook的項目 它也會有很多的 你就要在那裡自己再篩選 每一支你都要慢慢看 到你知道有一個項目方的名字之後 因為Discord是搜尋不到的 你不可以在Discord上搜尋那個項目方的名字 你就會搜尋那個NFT 是不會的 你就要去Twitter那裡搜尋那個項目方的名字 在Twitter那裡有些官方的連結 你才可以按進去的 有些人就說甚至在連登或Facebook也有 你會知道很多新的項目 準備會即將發售的了 那它現在正在準備的階段 你就要開始留意了 這個是最第一步 你怎樣找到NFT出來 但是最好都是像你剛才所說的 你找到的名字 然後在Twitter、Facebook、Instagram 在那裡按一些官方的連結 官方的網站就會有 當然它可能那時候的網站是什麼都沒有 但是它也會有自己的Discord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在Google上 你這麼小出去 很多時候可能是釣魚網站 或者是同學的名字 它就有Facebook了 那到你進去Discord那裡 你要怎樣開始去玩那個Discord呢 就是Clarify? 其實最初它可能要你按一個Tick的按鈕 你以為是懶搞笑的 其實你要按一個Tick的按鈕 你才可以進去社區那裡 你的社區是怎樣的 你就當它進去是一個觀塘區 它中間會有很多個Column 你當那些Column就是那些商場 商場裡面會有小店 那些小店是大家去聊天 令到社區抹躍的東西 你當譬如說 有很多現在都有不同的Language 譬如它的商場就叫Language 那下面的商場就可能是general 有個中文的有個英文的 有些是說德文的 即是大分類之後它還有一些細分類 所以你用下去可能跟其他的一些 即時通訊的軟件不太相似 因為譬如Whatsapp 它們比較簡單 就是單對單 最多是Horror Group 而Discord你開了之後 它就在頻道裡面再細分很多 真的整個他們組織裡面的 不開給你的不同的細分 所以使用上可能覺得很眼花療亂 但你用慣了 其實你就會明白它的運作模式是怎樣的 嗯 而且你要投入它的社區 這也是第二步 即是我們Furify了 那你覺得那種是OK的 那你就開始要做功課的時候 就開始投入它的社區 對 在社區裡說話 還有看看別人說什麼都很重要的 有些我看到有些是 你吃了飯沒有 你今天早上 我今天喝茶 對 很多都是會這樣的 水分很高的 對 但是你一邊看得多的時候 你會覺得 原來那些人是會 聊過項目方的Road Map 他真的會聊 這個項目方究竟之後會有什麼動作 大家會聊天會 會給你多信心 有營養一點 對 那我們去到那個 真的進去 我們開始跟別人聊天了 主要要留意些什麼位置 通常一進去 那個Discord 已經會說了它mint的數量是怎樣 它是多少錢 還有它是多少錢 然後它又會簡單告訴你 應該大概的guest fee 會是多少 所以如果你一按下去的時候 看到那個guest fee很貴 可能那時候就是大家一起衝進去 那如果一些比較好的項目方 他們就會避免大家一起 在同一個時間衝進去 給一個貴的guest fee 所以這個也是反映了 那個項目方 這些位置處理得好不好 有些它處理得不好的那些 就是它一開出來說 mint可以了 但是可能一個小時而已 它只是開一個小時給你 但是很容易會有一樣東西 叫guest wall 那我們就之後再說 簡單一點就是 就是說guest fee很貴 對 然後呢 通常呢 我們選擇這個NFT的時候 我們還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看那個主導人 什麼是主導人呢 就是說這個NFT 它涉及到參與 去帶領這個項目 去訪問這個項目 或者這個設計員 是哪一個呢 通常我就很留意這件事 因為呢 我們很多時候 你見到一件事 它鋪天台地做了很多宣傳的事情 但是你連它的背景 都完全不了解的時候 你說是否會成功呢 的確是真的有些東西出來 是有機會成功的 但是你也有多了一個因素 就是說 如果他離開 他出完之後 連名字都沒見到人 他已經離開了 你其實根本找不到 那很多時候我自己 會對一些 他的背景有信心的 例如 所以這個是背後的團隊 嗯 其實都很重要的 那第三我們要留意就是 譬如說 他會不會在路面上 已經說了 會出一些crossover 一些collapse 或者是一些 之前有說過 一些真實的 relay去現實世界的一些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問 其實MT有什麼用 有什麼都很多時候 覺得很虛擬 這個東西根本就是 頭像為什麼要給這麼多錢買呢 那除了之前我們說的 一些是CopriWire Onash的問題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是 這個MT本身 他在現實上 做到什麼 那現在很多人 當他是一個 Cuphouse的Batch 那譬如說 可能你買了我的MT 那原來你可以去我 旗下的所有俱樂部 你都可以玩的 那你可能有 優惠九折的 吃飯免費 那些人就會更加 去有 衝勁去買你的MT 那這個也是一個 可以留意的因素之一 嗯 有些最簡單的 我看到的就是 你買了我的MT 我送了T-Shirt給你 最簡單的 這個差不多是 七成的NFT 都有這個動作 但是呢 有些要留意 因為他送了T-Shirt給你 你在美國 我就在香港 其實他未必送到你手上 這個只不過是 最低成本 還有價錢其實很低 就是你可能 面的價錢都遠遠 遮蓋了這個T-Shirt 對 所以就未必說 因為他有些實體的東西 可以留意到 一定是一些很棒的東西 對 而且他的成本也很低 對 這是最低的T-Shirt 對 然後去到 真的做了功課 就是我們去到 可能你進去 過Discord 可能是 其實在你做功課 這個時期 可能只有一個禮拜 左右 開了Discord 過了一個禮拜 已經開始 所以 都要用心去做這個功課 而且這個禮拜 那個變化可以很大的 甚至還有一個可能 就是 你雖然開了Discord 可能整個月 他都沒有公佈過 但到你突然間 他跟你公佈的時候 就跟你說是下星期一、二 是很常見的 NFT 大家在這麼短時間內 就要做足夠的金課 千萬不要因為他快 就心急 充分頭腦 覺得你先買了 因為其實真的 很多水分都很高的NFT 嗯 好了 我們說完這裡 我們就說少少 現在是很普遍 怎樣去拿White List 的東西 拿White List 有很多種玩法 我看到有些最普通的 就是你要邀請人 以及你要升級 那邀請人 就不是說 你在Discord上面 有一個邀請 我邀請你 不算的 就叫你自己走進去 他的Discord 不算是我邀請你 你要跟官方的規矩 全部在Discord 都會寫明 因為他真的每個人都不同 我都很難說 逐個逐個說 有些人會給你一個 我邀請你 你回答一個邀請 他的Discord 那裡的管理員 就會加我 邀請他進去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 他會有一些商場 會有一些小店 剛才Carmen說 那些 譬如說他會給你一個邀請 或者連結你 就是在他 怎樣邀請人 那個商場那裡 有一個店鋪 就是專門的 可能有一個店鋪 就是專門連結 然後你拿完那個 去邀請你的朋友 又有另一間店鋪 你是要進去 這樣才完成 那個邀請人 因為我也知道 這樣是很麻煩 但我想他應該是 避免有些機械人 嗯 沒錯 還有現在我也看到很多 新的NFT 直接是要你 登記 我不是機械人 對很多 現在都多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大家 要很用心看 你真的很想有興趣 除了Wireless 看清楚的條例 我曾經試過一個 原來以為你演威三個人 在聊天到三個 你就是Wireless 原來不是的 你還要去分某一個領域 去申請你這個動作 申請你這個動作 我是沒有做到的 所以就算我所有的教授 都是做不到的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很自覺的 那就是在社區 你當作是你家居立立大廈 有一個通告 什麼時候沒有汗水 是要自己看的 這個是不會提到你 是的 沒有人會提到你的 對於升級級 升級級是 他的目的就是 要讓你融入社區 你要在他的商場 跟他們說話 跟他們交流 並不是純粹說話 那些大家不會說的 是真的要擺心 擺時間在內 而你邀請了別人 你升等級別人 他也有一個小店 會給你 你要檢查你自己邀請了多少人 你檢查你自己的等級別人 你全部都可以檢查 但又是全部都沒有人看 你要自動自覺去 他的通告那裡看 那麼多數剛才說的 那個小店 可能他有一間小店 他那裡就寫著是等級別人 然後你就可能要打一些 例如我會打 slash rank 然後我就去看我的 ranking 有一個是 slash level 我就看自己的 level 有些是 slash invite 就看自己邀請了多少個人 有些是可能邀請20個人 Level要升到10 你才可以有資格拿到 white list 這些你就要自己慢慢追 另外一樣就是抽獎 抽獎可能在Twitter做的 有些是在 Discord那裡自己做的 也是按一個 emoji 對 你以為玩東西 我按一個 emoji 其實不是玩東西 你已經是參加了抽獎 這些就更運氣 對 因為他那個時間 他也是很 ad hoc 可能他說 我們可能明天會有活動 但是明天那個時間 那個活動時間 你就是不停地聊天 聊天的時候 才知道 是無緣無故就會知道的 對 對 而且無緣無故就會說 現在我們就來了 我們在哪一間房間 在哪一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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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其實都頗佈著 Discord 對 另一種 看得也挺常人多 就是玩遊戲 通常是問答遊戲 但那個問答遊戲 通常都是關於他自己的 NFT 問他可能是他的網站 但是這些是你自己看的 我看到之前有一些 可能有一個網紅 他進去開一個Voice的 叫做Event 你進去那個Voice 然後你就要聽著 去問這些問題 然後你就在那裡回答 可能是很不關 對 因為每個NFT都是不同的 我覺得他有見過一些遊戲 很難玩的 因為現在的NFT 其實是Pay to Earn 他有些是要你進去他的遊戲 對 你在遊戲那裡 可能是 他的遊戲是尋寶遊戲的 你要找到10隻狗在遊戲那裡 你就拍了10隻狗的照片出來 那你就可以拿到一個Voice 所以Voice是沒有特定的 全部都要你 在學服方的確定 對 知道了他的Discord之後 你融入了他的Discord 不停留意他 當然你說做這麼多動作 當然你最初做的功課 你當然是對那個紅方很有信心 你才會想拿到Voice 就是這樣 好了 拿到Voice之後 那是否等於 我們什麼都不用理會呢 譬如我在Discord 我這麼幸運 我真的拿到Voice 然後我是否可以 關掉那個 或者解決了那個紅方 當然不是啦 絕對不是的 沒錯 除非你真的打算不進去那個項目 那就沒什麼所謂 但其實很多的NFT 你拿到Voice 他都會看看 你還有沒有繼續參與 去投入他們的Discord 如果他發現你完全不說話 就可能當了你機械 這樣拔走你的WideList 也不奇怪 嗯 還有有很多 他是 你WideList之後 他都會 他都會 有很多會自己會有個Group 或者Holders 其實都會有個Group 他們都會一直 更新那個項目 是怎樣 而有很多我們之後 會說一些鬼鬼一點的項目 就是如果你走了 你就不知道 原來那個聯絡項目 都走了 是啊 所以保持在Discord 就會比較好 那這些留意著我們 我們就會 再說 再分享 還有我們最後要說一件事 就是 我們現在說 譬如說你就算拿到WideList 都沒有功課 都沒有功課 但是Mindle 其實都未必一定是 一定賺 或者一定好的事情 這個都要留意著之後的動態 因為他有些可能會 原來Mindle之後 原來Mindle之後 他有可能會是 Floor price 會跌到去低於Mindle 所以都不用太緊張 說我Mindle不到 就任由他 有些可能 Mindle之後 你反而在OpenSea 有一個更加低的價錢 你在那時候吸納 之後 他之後 因為一些利好消息 他再升上去 都未頂 所以這個都是 其實你當作賣股票 是 第一手抽到 可能價錢 但之後可能跌過 你在買低格級辣 又可以 即是你幾乎幾乎幾乎 都沒有人告訴你 這個我也想補充多一點 他有一個得如之處 就是 Mindle的時候 他有機會是盲盒 未開的 在這個時候 有些人選擇 就是寧願盲盒的時候 去放了他 有個價錢 拿回保障 因為那些人都不知道 開了之後 可能是一個垃圾不值錢 但也可能有些人 會等到開了 因為想推薦他 那些東西很好 性價很高 那這就真的好看 你自己的決定 如何去做這個行動 因為每個人投資的方向 都未必一樣 是的 我們剛才說的 全部都是 你在買之前 你究竟要做些什麼 我們下一次就會分享 你很想買 那究竟要準備什麼呢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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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